澳門特區旅遊局23號與旅遊塔召開年度記者招待會 總結了2018年旅遊業的情況 並介紹2019年的工作計劃 旅遊業界同媒體代表等於400人出席 根據旅遊局的資料統計 2018年澳門的旅遊業整體表現理想 訪澳旅客量創下歷史新高 入境旅客達3580多萬人次 按年性9.8% 港珠澳大橋的開通更帶動不少客流量 隨後旅遊局局長文耳華 也為大家介紹了2019年的工作計劃 整體我們的目標底下 我們分為四方面的重點工作 第一就是要深化我們的創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工作 亦是擴大我們的旅遊推廣的影響力 第二個工作重點就是要發揮我們獨特的資源優勢 參與大灣區和一帶一路方面的旅遊建設 第三個方面的重點就是要推動智慧旅遊的發展 優化提升我們的旅遊品質 第四個工作重點就是大賽車主題博物館的落成 還有辦好我們其他的大型節慶盛事 今年是特區成立20周年 局長表示旅遊局將推出一系列的慶祝活動 並更進澳門旅遊業發展總體規劃 下載需待當 Weg 時的埠文化 都下載很動呢 正在運作